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5月10日,NBA西区巅峰战已经打响,胡人对阵太阳,这场球胡人已经没有退路了。 尽管勒布朗仍然需要鹰商缺席比赛,但是胡人必须拿下太阳,才有冲到第六的希望。 由于比赛比较重要,老大詹姆斯也终于回到了场边。 开场之后,胡人先是一波5比0痛击对手,波普投中3分,卡鲁索同样也打,成了一个转身上篮。 胡人这次的开局很不错,看来这场比赛胡人应该是有机会避免三连败了。 同时过去10场输掉8场,胡人也非常需要一场胜利,而且太阳开场的手感也并不好。 伴随着装神德拉蒙德给农梅送出空中接力,开局7比0,胡人先发制人。 两分钟过去了,太阳还没得分,一直到德文布克依靠着他的罚球,才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。 而且好消息是这场球占黄终于来到了场边督战,全队士气大震。 布里奇斯三分,投中太阳,开始追分。 不过农梅哥也中投给初回应,他的状态正在逐渐回暖。 而且一上来太阳的两大后卫,很明显,都被胡人摁住了。 或者说他们的进攻欲望并不强烈。 随着装神德拉蒙德两伐权中,胡人11比4取得领先,接下来波普又完成了抢断。 马修斯追身三分没中,但是能够看出胡人的拼劲。 而且开局只过去了4分钟,艾敦就已经被裁判,推了两个犯规,必须下场休息。 龙梅哥又是一次强攻打场,开场13比4太阳被打停了,胡人感现出了必胜的气势。 这一次场边的詹姆斯,应该可以放心了。 自从商誉回归之后的,9场龙梅哥场,均18.2分。 投篮命中率只有41.6%,但是这场球打太阳,龙梅哥这个效率和得分,肯定会比他的平均水准要更高。 暂停回来,龙梅哥又是一次双手抱扣,球进后,他也露出了大象。 一直到布克中,投命中太阳,才结束了得分框。 卡鲁索三分再中,开局18比6,胡人已经杀疯了。 场边的詹姆斯,也是显得心情非常愉快。 尽管排名很全输,但是很显然胡人,比太阳强多了。 龙梅哥,再中一个中投。 上来七投五中,连砍十分。 胡人20比6,取得领先。 哈雷尔二拔再中,胡人22比6取得了领先。 看来这就是詹姆斯,在场边督战的效果了。 七分钟时间打了对手,一个22比6,龙梅哥火力全开。 整个胡人士气振奋,这才是他们,应该有的状态。 N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。